字幕提供 大家看到這雙鞋 嘿嘿 今天這雙鞋又是跑鞋開箱系列啦 這次的鞋款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特別 因為這雙鞋目前在台灣還沒有上市 所以大家看到封面應該也知道這雙鞋是甚麼鞋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 趕快來開箱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這雙鞋的外觀吧 沒錯 就是這雙AD-ZERO ADIOS PRO 這雙鞋其實是 今年大概在6月左右 在美國就已經搶先上市 但目前在台灣還沒有正式發售 但非常感謝愛迪達幫我爭取到這雙鞋 讓我可以來搶先評測跟體驗一下 這雙鞋到底有什麼厲害的科技 我們待會也會到棚外實測一下 那我們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次這雙鞋有什麼突破的地方吧 首先看到鞋跟的位置 這次竹跟X的這個厚度 來到了39公里 那我們在世界田徑總會的規定 要在40公里以下的鞋款 才可以去參加目前的所有一級賽事 甚至應該說所有賽事都要符合這個規範 你跑完的成績才可以被認可 所以這次的鞋子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緊繃 挑戰在39公里的厚度 也就是這個鞋跟X 那在布面的部分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來 在這個布面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透 它跟ADZRO PRO其實是採用一樣的鞋面 那這個鞋面呢 會讓它的透氣性跟包覆性來的都非常好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的透明度很高 其實你可以直接穿透看到裡面的腳 那這雙鞋呢 在8.5號的尺寸當中 重量大約是240克左右 所以其實在重量上 也算是非常有不錯的表現 這次的ADOS PRO 它的鞋底其實非常非常厲害 我看到的時候其實有點震驚 你有看到它的這個鞋底 完全沒有任何顆粒 我覺得這樣的設計 其實有點像是我們在F1當中 看到光頭胎的設計 因為光頭胎它就是完全沒有任何紋路 它在晴天地板是乾的情況下 其實抓地力表現都是最好的狀況 所以或許是用這樣的方式來 是他們的設計理念吧 當然這個我們還要實際測試看看 因為我在看起來沒有紋路的情況下 其實蠻擔心如果在絲滑的地面上 跑起來抓地力的這個成效如何 那這次的中底材質是使用 愛迪達他們非常厲害的Lightstrike 而且是Pro系列的這個中底 它是上下兩層把它疊起來 那這雙相信大家一定都知道 它也是一雙碳纖維跑鞋 但它跟其他碳纖維跑鞋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呢 它的設計上 它在竹根的地方 一樣是使用碳纖維來做一個包覆 但它在前面 五根腳指頭的地方 其實是使用Energy Ross這個科技 然後在你的腳五個指頭下方 都有一根碳纖維骨頭 所以看起來就是有點像是 骨頭人那種感覺 它有五個腳指頭的狀態 所以它的中底設計 除了上下兩層Lightstrike 包覆了這個碳纖維板之外 它的後跟的碳纖維 跟前面的碳纖維 這個Energy Ross 是完全不一樣的科技 所以是一雙非常非常在今年 令人期待的鞋款 而且這雙鞋款厲害的地方 是在今年布拉格半程馬拉松當中 世界紀錄也是穿著這雙鞋突破的 那肯亞好手突破了大概有36秒之多 舊紀錄的鍵是66分多 然後他突破到了65分34秒 所以非常非常厲害 所以這雙鞋整體來講 真的是非常令人期待 在今年有很好的表現 沒想到昨天在西班牙 Valencia半程馬拉松當中 肯亞好手又以57分32秒 突破了全新的男子 半程馬拉松世界紀錄 那我們等一下就到戶外實測一下 MING PAO CANA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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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雙鞋真的只有一個字 超讚 這樣是兩個字 跟你講這雙鞋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剛剛實際去跑了平路上坡跟下坡 在柏路上的表現吧 首先啊 它這個看起來雖然很厚重的這個鞋底設計 雙層的這個Lightstrap Pro的這個設計啊 但我覺得它的中底 大家有看到嗎 其實仔細看可以看出來 上面這層是前面厚 下面這層是前面把後面厚 所以它這個雙層交錯的這個感受啊 跑起來其實是真的 緩震能力超好的 但是你的力量卻不會被吸收走 所以我覺得它在 平路的這個緩震表現上 你會覺得你一直踩在很舒適的一個鞋底 你不會反而覺得腳衝擊很大 然後大家看一下這個鞋底 有沒有看到這個鞋底 看起來黑黑的五根 沒錯 這個就是它的Energy Ross這個穩定系統 就是有五根碳纖維在這個鞋底中間 所以你在踩起來的感受啊 其實它不會像一般碳纖維板 感覺是會有點沉重很硬的感覺 但它在著地 可以有效的吸收你的這個緩衝之外 它又可以有很好的推進效果 所以你會感覺這五根給你的推進效果 是不會到非常硬派 但是你卻有一直感覺有人把你推向前 那這雙鞋也是我近期以來 穿過比較多像這樣後底的碳纖維板鞋來說 比較沒有那種很明顯 一直把你推到感覺你快跌倒 讓你大腿會有點不適支撐不住的感受 我反而覺得這雙鞋啊 它是比較適合那些 你覺得你不想要有很多推進的感覺 但你往下踩這個緩震能力又很不錯 但又可以帶給你很有效的這種推進感受 所以我整體來講 我覺得它真的是一個很新的 就是我在穿過艾夾索的鞋系以來 真的是非常厲害很推薦的一雙鞋 而且重點是它這個鞋面啊 跟ADZROVE PRO 也就是上一支我們介紹過的影片 還沒看過可以點這邊 它的包覆性雖然超薄的 穿進去的時候都看得到你的襪子顏色 但它卻可以有很好的包覆效果 不會讓你覺得你腳的感覺快拖出來這種感受 所以當你鞋帶綁到剩下一格的時候 其實是包覆性非常非常的佳的 那它的鞋底也就是之前講到 有點光投胎的設計 跑在柏路的表現啊 我覺得抓地力是非常好 完全不會有這種濕滑的感覺 所以整體來講 我覺得它真的是 今年在愛迪達裡面 真的是非常進步很多的一雙鞋款 到時候上市的時候 大家可以去嘗試看看 我覺得它一定可以給你一個全新的感受 重點是它的推進效果 我覺得它可以幫助你不少 所以這雙鞋應該會是我近期以來最愛的一個鞋款 接下來的賽事啊 我應該都會帶它陪我去出征 那接下來應該第一場就是 Hudu Kost 再來台北嘛 應該都會有它的蹤跡喔 好啦 以上就是這次來開箱這個 AD-ZERO ADOS PRO的這個鞋款開箱啦 那希望這影片大家會喜歡 我是你的教授Android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反正就很不錯 它現在是停的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這裡是走到 壞雙鞋還是 對 壞雙鞋 反正能力很不錯 反正能力很不錯